冬木节快乐 冬木节快乐 这是我 我的地盘 这是我的地盘 好 这里我们大概不会拿滋补来 涨水晶 应该会拿滋补来抽牌 因为我们现在牌有点不够 这样下人应该不会中温 这样中温会爆一张牌 如果下人中温的话 好 这样还是爆一张 爆向心就好笑 呵呵 他看起来就是一个正常大大的 他这样出其实有点浪费阿泰斯 他确定他为什么要这样打 阿真的是脆阿 我看 這幾乎一定會死 除非我拉到嘲諷龍 所以我裡面只剩下一張艾困龍是嘲諷 另外一張是死意 嗯 現在應該還是扣這張地畫鱗片吧 畢竟我只剩一張地畫鱗片 不過他可能會直接揮這張 然後假設我剛BUFF這隻的話 用地畫鱗片BUFF這隻的話 嚇死我了 呵呵 現在他應該一定要揮這張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要好好打臉了 我們還是沒有揮擊 這樣感覺應該要交散播瘟疫 所以我少一個散播瘟疫如果現在交的話 這樣應該是下一輪出龍王死亡 這樣應該是下一輪出龍王死亡 其實這樣有蠻大的風險 呵呵 所以我有點想要把這兩個雙幻 來放他第二個TC-130 就精神攻之幾十 看起來他看起來沒有電過 看起來他看起來沒有電過 勢必要交一張灰啊 應該說交灰的 這個 三集應該先做這個 剩六張牌 他只剩一個翠衣術相 他已經到66翠衣了很多 我們可以再用御龍者來拉龍王死亡之一 可惜沒有打到象星大使 這個一定要進人 反正是灰這張 然後 也可以出這個 然後這個進去 英雄跟這個 接著讓這麼大的翠衣就不能換了 呵呵 不過這有一天也只是66 那如果等一下 喔 喔 純粹只要 抽牌而已嗎 抽牌跟回家 滅集可以過嘲諷 滅集可以過嘲諷 還蠻有可能會贏的 他要用 他要解這一隻 然後毒我手上沒有人 看起來是這個狀況 有可能嗎 但是他還會被捏 在外面 沒有人 有可能會 有可能會被捏 跟他這隻 有可能會被捏 好 可以了 可以了 有可能會被捏 雖然聖光暗淡,我本人依然奮戰 完全沒有要炸開 我們需要散播瘟疫 喔,他在防散播瘟疫 他防散播瘟疫其實是一個 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賞心悅目的畫面 我被他確定他防散播瘟疫是不是對的 因為他防散播瘟疫的話其實就是 等於說給我一個AOE 我可能不應該要英雄能力 不應該要英雄能力這一隻 其實更理想的狀況是在他用 集結作戰之後我們再出這場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右手進一張散播瘟疫所以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然後手上有DK可以慢慢拿回血 手上還有這個嘲諷 感覺沒什麼問題 前來報到 一千萬اف 上來說 東軍對外戰 大致 另一位 一盲 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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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贏的勝負 綠海 所以其實前面有成長到的話 其實這副是很抗快的 所以這兩張就是我們想要用相星拉出來的東西 拉出德拉克 瑞芙模式 然後 跟御龍者 然後御龍者再拉兩個龍 多哈 瑞芙模式 成功 多哈 我覺得是最厲害的 是 多哈 我的大師的 是 多哈 瑞芙模式 衝星槍 瑞芙模式 順利 鞋子 順利 鞋子 封鞋 从前从前有个来自吉尔迪斯的名字 那下人就原始飞龙了 所以一样是在防散播瘟疫 没有二杀花 九废叫一个九废 这其实只有一个三废几只 他不解这只哦 直接双沉默 他不解这只 这集还蛮尴尬 因为一方面我没有其他龙了 应该说我没有其他 嗯 我应该要先做愤怒抽 我还有两条大龙啊 我这里应该也会做地化铃片来保证血量 可以做愤怒抽吗 装地化 这集还蛮危险的 因为我的血就从17开始了 就我血量除非抽到DK不然不会再变更多 我还要持续DK不久 我还要持续DK不久 里面没有龙了 走回来吧 他让我御龙者拉第二次机才蛮快的 让我再偷渴 走回来吧 类众 没用 3 8 5 5 5 6 5 6 他要炸雞暗閃炸雞 應該吧 或炸雞人血 真相就在死亡之中 暮想的凡人 我的自衛的夢 是力量的化身 他手上這張牌是火焰元素 哈哈哈哈來跳舞吧 槍槍槍 他這裡有南海船長的話我們就會有問題 沒有的話就沒什麼問題 竟然不是快攻 暗殺花嗎 暈解 暈解 暈龍者感覺比較好 一方面也會強制他做這個做這件事情 他如果近點的話他手上有炸雞的可能性就很高 暗殺畫畫也一定會想到這張身上 暗殺殺你 我真的沒有 暗殺了 少爺 暗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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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可以考慮禁連啦 可是對上奇蹟賊你留的家一生拍賣師總覺得哪裡怪怪的 禁連的話是下輪有高機率可以佔 他有辦法解掉我們的大龍機會也蠻大的 所以現在會把艾困龍拉出來 恩還是夠好 如果不解的話艾困龍被MM棍可能會死 一切都會燃燒 他可能還有一張門或者是有消失 哇連坦十二 連坦十二 他應該要知道我沒有龍 上級還蠻所異的 那下輪如果再出艾困龍他打算要怎麼做 消失嗎 我闖龍十一耶 呵呵呵 嘿咻 打穩一點好了 準備消失炸擊 我們還剩一滴血 現在應該怕暗殺花吧 大家好我是收看今天的象星大龍德或是禦龍大龍德之類 那這副其實有內藏一個 應該也不能說藏啊 就是有一個combo就是你可以用 象星大師拉出禦龍者跟德拉克雷附魔師 然後還有著地看守者 雖然著地看守者就純粹拉出來是因為 你九費的時候著地看守者其實作用也沒有很大 然後你德拉克雷附魔師跟這個禦龍者 會直接拉兩個大龍出來 那這邊帶伊瑟拉跟巫妖王的 原因就是因為德拉克雷附魔師其實會跟這兩張combo 所以 伊瑟拉才會放在這個大龍裡面 因為不然 其實我覺得帶兩張艾困龍可能會比較看快 所以 伊瑟拉比較像是一個 可以跟 就是打控制的手段 然後 基本上這前面就是大部分都是成長 然後 就是 這邊有三波音可以看很快 然後有兩張中溫 然後剩下其實都算是蠻正常的東西 比較不正常的是這邊 嘲諷龍的配置沒有帶滿 沒有帶滿兩張原始飛龍也沒有帶滿兩張艾困龍 所以其實如果可以的話搞不好 如果可以再擠一個空位給嘲諷龍的話可能會更好一點 那這副其實是泰史來打明星賽的德魯伊牌組 那這副其實我測了一下其實抗快能力還可以 主要問題就是你前面有沒有辦法成長到 然後 後面金牌要好 其實跟快攻的狀況也沒有差別 就是你沒有差到哪裡去 就等於說你前面騎手要夠好 後面金牌也要夠好 然後你才有辦法贏 那 打快攻的話如果說 有散播音到其實都還蠻不錯 然後 獄龍者如果拉到大龍的話也蠻不錯 可是 我覺得對上青龍者可能比較弱一點 因為青龍者也會帶暗殺的話 所以你的大嘲諷其實會爆開 可是對上一些Token可能就比較還好一點 Token的話 像是快攻聖的話 我們就會怕他的 那個熟日者塔林姆 直接把我們的大嘲諷變成一個3-3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大概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記得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 好那我們就知道再見了 掰掰